理理上师 我们共修因果不虚实 大家有一个疑问 就是因果和世间法律的关系 同样的行为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 可能有些是合法的 有些是非法的 那么在因果上 是不是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感恩上师 因果上不会产生 比如说像多台 有些国家的法律合法的 有些是非法的 但是佛教的因果上面 永远都是非法的 因为就是杀神 所以他没有这样子的 他不会跟世俗的一些制度 所产生变化